首先感謝Branding Taiwan的邀請 那很開心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那中良我們大概是一年前才完成這整個Branding 那所以是以資歷很淺的這個公司來這邊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歷程 那今天我會用這個五個W的方法 來跟各位做我們在做這個Branding的整個過程 以及預期產出的這些效益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我們是誰 那我們是功能性仿製品的專家 以前我們都這樣講 大家好像不太清楚你到底是誰 所以呢在我們做了Branding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重點擺上來 中良是透過了三大核心競爭力 那我們也完成了這些品牌客戶指定的認證 有超過十項的認證 然後在全球有七個服務據點 而能夠最後能夠以現在呢 我們有將近二十家以上的國際品牌客戶指定的供應商 那我們聚焦呢也就是在這個協財的部分 那我後面來再跟大家細說一下 那我們連結了三大的優勢 也就是永續力 生產力跟創造力 那跟我們的客戶呢 共創材料開發的這個無限可能 那剛提到的這個認證喔 其實應該說我們是真的是面面俱到了 無論是在環境 在人權 還有這個化學品以及產品方面呢 我們都達到品牌的要求 OK 那七大佈局呢 我們從台灣出發 那我們在大陸 越南 以及印尼 都有服務據點 那在美國呢 還有 法國呢 也有我們的這個專業代理 在幫我們做當地的服務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提到的二十家以上的國際品牌 我可以稍微停留一下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認識多少個品牌 應該大家都耳熟能詳 這些客戶呢 都是我們長期配合 那我們也是他指定的材料供應商 好 那剛講了這麼多中良的好 你可能想說 欸 大家都認識你啊 好像也做得不錯 這麼多品牌用你們的材料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品牌 為什麼 因為 中良成立到現在45年了 在過去呢 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做推廣的時候 我還是會遇到客人路過我們的攤位 跑進來問我 欸 請問一下你們中良在賣什麼啊 我就思考 是我的攤位做得不夠好 還是我廣告做得不好 我也不清楚 客戶還是搞不清楚 我們在賣什麼 那跟我長期合作的夥伴呢 就會講 你們好像什麼都可以做欸 但是你們的強項是什麼 我們好像沒有讓客戶真正了解到 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那也分享一下就是我們在這個實體展上 我們是跟一般材料商算是 已經走在很前面了 我們自己標攤 自己來設計 自己做 那前總經理是非常有這個品牌想法的人 OK 那我們的團隊呢 也受到國際的肯定 那我們也曾經呢 在這個2018年呢 這個市族的這個Puma這個球員的運動服是中良做的 對 那我們也思考我們的定位是不是不清楚 我們也是告訴自己說 我們要朝著4R的方向持續發展 那也在我們的材料也在國際品牌上都有 獲得了這一些獎項 但是還是那個老問題 為什麼客人還是不知道我們在賣什麼 我們的專長在哪裡 那下面這邊看到的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思考說 我是不是人員的專業不足 網站不優 還是產品沒有特色 然後產品不多呢 那找不出一個解套 最後透過這個工業局的一項活動 我們參加了台灣精品協會的品牌再造 那我們認識了李總 Process 那我們邀請他來幫我們做分析 那我們瞭解到其實是真正的原因就是 我們內部團隊對品牌發展的這個共識 還有我們缺乏品牌策略基礎 那還有品牌的識別呢 也必須要被建立 以及我們缺乏品牌管理工具 有了這樣的分析之後 我們就決定要開始來做品牌 那這邊也是要跟大家分享 什麼時候來做品牌 真的很重要 真的不能夠找那種 忘記啊 大家都在忙的時候啊 你告訴大家說 我們來做品牌 真的沒有人要理你 那對中良來說 我們剛好在一個 大家都不想要面對的一個時間 就是COVID的這個階段 COVID的這個時間 那也剛好我們的品 企業的這個代季傳承 二代接班 我們想要有一個不同的樣貌 那二代接班呢 我們將三個利潤中心整併成一個 這是一個很艱辛的事情 因為要重新再凝聚共識 以及未來我們有IPO的規劃 那我們選擇了這個時候 來做品牌再造 OK 那再來就是大家最想了解的這個過程 好 跟剛剛前面的幾位同仁分享的一樣就是 首先我們要做內部和外部的訪談 這個是我感受最深的 因為公司一定有 我相信很多公司都會有一個這個叫做 申訴信項 然後呢 人子一定會說 我們不記名 可是你也不知道那有沒有CAMERA 在看誰去投的啊對不對 好 那其實申訴信項其實從來都很少幾乎沒有 那 所以老闆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基層 還是說員工有什麼事情想要反應 那透過了這個內部和內部的訪談呢 主管 主管真的聽到員工的聲音 公司 公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大家對這個品牌 協助呢 超過20個 超過20個location吧 超過20個location吧 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也就是透過這樣來定位 來創造一個差異化 那最重要的還有把指導原則一定要定出來 因為指導原則呢 是能夠讓我們 將前面的這些品牌的這些策略 能夠落地的一個方式 OK 那也不外乎的我們要做競品分析 那在這邊呢 我們先把重量的位置擺出來 那大家都同意也有想法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走 在創新研究領導地位跟精明供應鏈的 這個地方去發展 就是跟其他的競爭對手 走一個不一樣的路 最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品牌定位定出來 一樣我們就是保有我們以前的這個創新材料 還有生產製造的這個優勢呢 我們把它整個定出來 讓客戶能夠更了解 重量其實我們不是什麼都能做 我們會聚焦在我們的主力產品上 然後提供他們最好的服務品質 來解決他們的痛點 那把定位定義出來以後 內部的同仁也更了解 重量我們要往哪個方向來發展 好 這邊很多人 像李總剛講的 這代表重量 因為我們有七個location 公司裡面 年資最久的 四十年 四十二年 也有三十幾年 二十幾年 也有剛進來沒多久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團隊 那我們的客人也是歐美啊 各種不一樣的文化 那我們的產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最後我們討論出這個 真的很棒的這個slogan 我們這個職種很喜歡 因為棒對台灣來說 台灣人來說就是讚嘛 棒嘛 好 然後呢 這個棒呢 確實它 我們要跨很多的領域 把人連結起來 把產品連結起來 把客戶不一樣的需求 連結到一個 我們這個研發創新的技術 所以我們就 把Bound Without Boundary 跨越連結未來無限 做我們的品牌標語 OK 那最後呢 我們做一個總整理 李總幫我們在這裡 做了一個總整理 也讓團隊呢 能夠更了解 這個品牌的相關訊息 那從最上面的主訊息 Bound Without Boundary 這個是要發展什麼樣的一個 我們的品牌承諾 先把它表示出來 然後呢 就是品牌定位 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你 要聚焦在什麼樣的地方 那這邊呢 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 我們把主要的客群 誰是我們最主要的客人 他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們一系列的探討 要站在客人的痛點上去思考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能夠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在產品跟服務上的一個支持點 以及最後品牌個性 那這也是總量我們未來想要展現的 就是我們是一個現代化 創新永續 及真誠聰明的一個品牌 OK 那完成很多文字作業 大家有共識了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走到 Logo嘛 好 上一段影片 上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合 我們下集完 你是不是很快 請你挖聰明的 我們下集完 這裡 可以 OK OK 谢谢观赏 有了这个影片 其实我们在国际展上去播的时候 客人都会停留下来 然后看一下 似乎就可以吸引他们更了解 说中良你会聚焦在什么地方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logo 不是这么快就产出 有很多的把相关的单位的主管 也不是只有行销人业务人 所有部门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主管都进来 高阶的主管也都进来 然后大家来选 你认为中良未来的样子 然后利用好几次的讨论 那我们产出了这个新的logo 我记得我那时候只有跟李总提到一个原则 也方便他们做设计 也就是刚刚我们有这个企业分享讲到的 这个logo呢 其实是我们方的设计的 那对公司来说 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祖宗牌位 那我们改logo呢 千万不要大翻转完全不一样 我们要延续着他的精神下去做发展 那我觉得后面我们大家探讨出来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们有保留了我们在织物上的一个特性 然后呢中良的就是以贴合起家 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复合品给到客户 那这样子的改变呢 能够说服老板说 这其实是把你的精神再去做优化 再去做提升 那他也很开心 那这里有一个巧思 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我们一直都是叫TLC 然后这个logo你也可以看到T 也可以看到L 也可以看到C 好谢谢 我看到这个长官在点头 OK 那成果发表一下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名片呢 把我们的公司进去 这个要打卡这个识别证 还有我们的会场上一些相关的 这个文宣品我们都有把它做改变 那 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 讲最后一个部分 品牌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力 那我刚刚提到我们的前总经理 对品牌是很有概念的 想法 所以其实我们在2016年 我们就自己一直有把我们的这个 公司的这个image给展现出来 当时呢 确实他一直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是all in one 也就是客人说我们好像什么都能做 我认为他有达到他的目的 可是时间一直在改变 客户的需求也在变 那我们来到了2020年 我们聚焦了 一样我们有做聚焦哦 三个发展方向 但是还是没有做到我们想要的 那最后透过整个团队的讨论 顾问的这个领域 就是协助下呢 我们最后产出了这个 Bound Without Boundary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形象 好 那Bound Without Boundary呢 我们相信呢 现在在我们今年陆续的一些展览也好 还有员工的这些 在内部的一些行为呢 我们也能够一致 那对客户的这个语言也能够一致 这个都是老板想要的 那透过刚刚我提到的 我们把目标客群呢更明确 那我们也就能够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那我相信对等的 所有企业都是你先满意的客户 你才有机会拉高你的订单额度哦 那再来也透过品牌再造 我们重新对产品做了一个聚焦 那你一旦聚焦 你的开发费用就可以集中火力 那有一个所谓的精准开发 能够去节省你内部的费用 OK 那我们有一个这么棒的设计之后呢 我们重新做了官网 然后呢大型的会议 召开大型的会议 那中良的这个新识别的这个 能见度呢也提高了 那我相信呢创造商机是 值得来一定可以达到的 OK 谢谢 所以这些经典的该机会 搬逾到的